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们来看104学测的雪田居 题目说呢,某一家公司有ABC三个营业据点 一开始每个据点都有36位营业员 为了让营业员能了解各点业务状况 我们会进行两次的调动 调动的规则如下 第一个,将当时A据点营业员中的1⁶掉到B据点 而1⁶掉到C据点 第二,将当时B据点营业员中的1⁶掉到A据点 而1⁶掉到C据点 第三,将当时C据点营业员中的1⁶掉到A据点 而1⁶掉到B据点 题目问,经过这两次调动之后 C据点会有多少位营业员 这题主要是考同学能不能正确地写出转移举证 转移举证是描述变化情况的举证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,转移举证一定是一个方证 第二,转移举证内每一个员都是大于或等于0的时数 第三,转移举证内每一行的各员之和都会等于1 我们先依照提议来写出这次的转移举证 为什么转移举证要这样写呢? 我们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,题目跟我们说 当时在A据点的营业员中的1⁶会掉到B据点 而1⁶会掉到C据点 也就是说呢 我这次在A据点,下次会到B据点的几率为1⁶ 这次在A据点,下次会到C据点的几率是1⁶ 那么这次在A据点,下次也在A据点的几率是多少呢? 就是1减掉去B据点的几率 再减掉去C据点的几率 也就是2⁶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转移举证第一行的各员值 按照同样的方法,我们也可以将第二行及第三行求出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转移举证 接着我们令SN表示DN次调动之后三据点营业人数的行举证 题目告诉我们一开始都有36个人 我们只要将转移举证乘上目前的等数行举证 就可以得到调动一次之后的行举证 所以调动一次之后呢,我们可以看到A据点剩下36个人 B据点剩下30个人 C据点剩下42个人 我们只要再将转移举证乘上第一次的行举证 就可以得到第二次 这时候我们只要看C据点 C据点剩下44个人 所以C据点的营业人数是44 3.0出现的积举证 2.0出现指数 4.0出现指数 4.0出现指数